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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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整個中山路上來 當然要把美景分享給親友看 星期二是聖誕年假最後一天 不少市民專程來到元朗 大唐家公園看紅葉 字幕提供 我隨時幫你們更多 跟之前疫情期間 迫爆的情況不同 這天現場不算多人 去年是比較紅 都是這段時間 不過黃昏那段時間 加上日落 可能是紅了 我有上網 他們都說這裡會有很漂亮的楓葉 還有聖誕節 其實楓葉都是紅色的 我又染了紅頭髮 所以就來拍 我以前在溫哥華生活 其實10月份就是這樣 但是會多些 但是香港有一片 這麼有趣的紅葉 都已經很難得 在南方 所以我覺得是開心的 遲些可以再來提一次 事關今天大唐紅葉 其實未入全星期 有現場工作人員都說 今年紅葉來得較遲 確實現場所見 大多數雪葉都是黃色 根據漁護署網頁資料 22號紅葉指數只是黃色 下個階段才是開始紅 最後才是真正的紅 想捕捉最美的紅葉景 就要留意 再看看 澄清一下音樂 就不是我們配上去 純粹是片主個人幽默 車鏡片就見到 單車男沿著東沖特東路 很專注地跟著的士 似乎轉了燈他都沒有留意 結果紅燈的士一停 他就連人帶車撞過去 有個好消息和壞消息 好消息是他有戴頭盔 而頭盔的品質似乎都不錯 至於壞消息 就是頭盔硬淨到玻璃都肯爆 不過近年尾的士可以換新玻璃 對車主來說 可能是個好消息都說不是的 都是那句啦 最緊要人沒事 畫面右邊的士家車 在未有打燈的情況下 突然向左設線 他先撞向中線一輛六輪 而六輪就被撞到 撞向最左線的一輛客貨車 士家車還未收制 衝向最左線撞到同一輛客貨車 再撞到路邊的石膊 然後翻側 屯門公路往屯門醫院方向 近背道路對開的位置 在星期日晚就發生這宗 三車廂撞的交通意外 意外之後 32歲的士家車司機 可以自行爬出車廂 意外中沒有人受傷 警方將事件列作 交通意外沒有人受傷處理 正是調查事故的原因 有網民翻出另一條車cam影片 說這輛私家車前一天全錦公路 亦曾經跨越雙白線爬頭 涉嫌違反交通規則 不過暫時未能證實 兩次事件中 私家車司機是否同一個人 有情侶 都有一家大小 在迪士尼樂園 不少人把握聖誕年假最後一天 是Boxing Day來到這天大玩特玩 可以玩的地方多一點 沒有那麼緊張 你覺得氣氛嗎 氣氛嗎 氣氛熱鬧一點 因為他們五歲第一年來的四 那時候就少人一點 去年又再多人 今年又再多 再更加多人 有沒有整個聖誕站 已經花了多少錢 拿來做 其實都沒有花很多錢 主要是 因為我們沒有去旅行 都是一般消費 我們這天早上大約11點 來到迪士尼市七 雖然未至於迫爆 但是都人潮不斷 我們剛剛在三四個月前 去過上海 在迪士尼市 感覺上很多東西要收錢 收得不太舒服 我覺得來這裡舒服 我也是香港人 現在香港沒有說聖誕 香港好像少了很多人 北上消費是多 很多人都好像喜歡去 一度假期就喜歡飛走 無論去北上 或者去東南亞 總之要坐飛機走 我覺得很自然 因為香港的房子太小 很有壓迫感 放假都想通處走 很自然 疫情後首個聖誕 這幾天出街 都見到條街人流明顯多了 不過截入旺丁不旺財 本地零售業的表現 就未如預期 很多豬寶業的朋友說 預計之前在聖誕節 可能會有十多個百分比升福 但總而言 他們化妝的情況 都是跟他們的生意持平的 如果一般其他的產品的話 他們的銷售都是一般的 但個別我聽到有些化妝的鎖店 因為他們自己推出很多不同的優惠 吸引市民或者遊客 升福其實是有相違數次的 邵家輝又說 今年酒店和機票的價錢 都未回復到疫情前 令到聖誕來香港的外國遊客 較往年少 日上本港服務業 被人態度差的感覺 他呼籲業界提升服務質素 員工多點展現笑容 拿到洗燒包 再將衣物放入防化桶裡面 進入清洗區 拉動手柄之後 花灑就會出水 完成清洗後 穿上保護衣 再進入監察區 由消防人員進行福檢 每當遇到化學、生物、輻射或核污染等事故 消防危害物質事故支援隊 都需要在現場 搭建臨時的洗燒設施 被受污染人士清洗 面對核事故等的威脅 消防署就在機場擴建三派的時候 建設全球第一個機場洗燒及救護設施 並計劃明年第二季啟用 我們部門一直都是居安施危 亦都要為了一些有機會發生的事故 做好準備 所以我們就在禁區範圍上 設置了這個洗燒設施 目的主要防範一些在機場禁區範圍內 或者在航機上發生的化生複核事故 為一些受感染的市民 或者機組人員 盡快提供洗燒的服務 在2011年3月15日 當時其實有24個記者去過福島那邊 近距離採訪過一些核事故的設施 他們回來香港的時候 亦都報稱他們可能接觸到這些污染物 亦都是不舒服的 所以消防署其實當時就在機場的一個禁區位置 設置了一些臨時的洗燒設備 為這些記者進行洗燒 以及做一些檢測的工作 另外機場目前有這四輛特別的消防車 其中這一輛就是俗稱刺針的高空伸縮普塔車 被消防員在必要時使用刺針 刺穿機身救助機艙內的乘客 而機場北消防局指揮室 就位於建築頂層面向跑道 可以時刻監測著跑道的情況 除了洗燒及救援設施之外 面對三跑落成之後乘客處理量增加 機場東消防局預計明年第三季落成 到時機場消防裝備人手 將會增加一倍 參選人要獲得足夠的提名 是今次區議會選舉裡的法例規定 這是第一檔放棄手 最終民協派出兩個參選人都未能獲得任何提名入閘 1985年27歲的廖成利第一次參與區議會選舉 之後民協成立成為早期的民主派之一 再度爭取八百直選 要成利十幾年區議員生涯 見證區議會的變遷 2011年暫別政壇 19年再復出當選 到上一屆 黃大仙區議會25個當選議員 在獅子山下面一起拍了這張合照 但到最後上屆議會就只剩下兩個議員 突然間有些人去了倫敦 有些人去了其他地方 仍然很開心的時候 一段時間 仍然這麼開心、笑容、這麼好 突然間剩下廖成利和譚香文 現在整個民主派都進入了一個山漠階段 好像以前以色列人想去到加南美地的情況 之前都在沙漠那裡 聖經故事中 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分紅海 再經歷40年 才在摩西的接班人約書雅帶領下抵達加南美地 那料成利眼中 民主派有需要多久 才可以見到參選的機會呢 我所了解的就是 願意留在香港 繼續為香港作貢獻的民主黨派 其實他們都已經作了調整 現在的做法 全部都是用把牛刀來劏蚊 過入不及或叫往過正的話 我們就很難到去到由智入興 只能夠由亂到智 由智到智 最後由智到智 好像壞了一個流星機 那樣不能夠向前 轉一步發展 大家都要想辦法 為香港好 向前發展 根據網易財經等多個內媒報導 內地知名財經媒體人羅奇 12月25日 因為突發重症肺炎 經全力搶救無效 不幸離世 終年36歲 羅奇是一個資深的財經記者 曾經擔任新浪財經香港站站長 在去世之前 他在港交所任職 專注在環球賞市服務 據知羅奇平時熱愛運動 跳舞 身體相當健康 他20日曾經在微信朋友圈動態發文說 我的Aura提醒我 我竟然發燒 怎知幾日後就傳出病逝的消息